好 各位同學午安 我們前面四次上課 其實基本上都是比較基礎的東西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其實還沒有去提到說 這個Harmintone應該長什麼樣子 真實體系的一個什麼問題 我們給的都是非常比較general的情況 那我們從之後這個幾次上課 就會進入比較明確跟一些實際 在物理化學上面會發生的現象跟問題在一起 那今天我們來談 我們之前談過的那些東西 在excitation energy transfer上面的應用 那這個題目當然跟我自己實驗室在做的研究有比較相關 但是我們談的東西 我們最後會用一個refill equation的方式 其實還是蠻general的 處理很多 或者我們用的這個 等一下會導會用的這個Harmintone這個形狀 這個形式本身 其實是非常general的 它可以適用在 因為不只是excitation energy transfer and charge transfer 那很多化學動力學 這個chemical dynamics的問題 你可以把它簡化成說 是一個two state的問題 three state的問題 four state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重要的state找出來的時候 然後那很多時候也可以寫成 跟我們等一下談的這個effective hymintonia 很類似的一樣的東西都可以應用在上面 所以這個本身含括的這個 在物理化學上面應用 其實是非常的廣泛的 那其實有一個廣泛的理論可以說 就是你可以很general的去argue 大部分的 你有一個double well的問題 都可以被化解成two state 或者我們叫two level system 這是這種東西是非常非常general的情況 那我們就會真的回到一個真實的體系 所以今天要談的東西 雖然是energy transfer 但是我們最後會去來談說 那我們怎麼樣描述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effective hymintonia 的建構或所謂的acetone 的hymintonia 出發來談這件事情 那我們來談這個driven force excitation energy transfer 事實上我們是要談他們涉及的coupling的問題 那我們第三次上課的時候 其實已經討論過 有一個general的quantum master equation 我們導了一個general的形式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hymintonia放進去 然後真的去推 所以我們可以推出 在描述any transfer的時候的review equation 那我們會在review equation的這個架構底下去 討論population dynamics 跟detail balance的問題 這都是很重要的issue population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實際的 去應用我們之前學過的東西 好 那談excitation energy transfer 其實一個分子的體系 我們是比較著重在分子的 體系裡面發生的現象 好 那一個分子的體系呢 excitation energy 指的當然就是 這個分子它可以在吸收光 那不一定要吸收光 你也可以用電子的方式 去把一個分子呢 這個打到它的激發鈣上面去 那一個分子在它的激發鈣 它就可以發生各式各樣的事情 這一般我們會用一個Jabrowski的diagram 來描述它 internal conversion intercedent closing Fluorescence 等等很多 那當我們在 excitation energy transfer的時候呢 我們是特別專注在 有兩個以上的系統 兩個以上的系統 那兩個以上的 它可以在激發鈣的系統 我們通常會把它稱之為 那一個multi chlorphoric 마etic chlorphoric keer 這個是 great 我 24 這個 scare 這個過程 那一個最簡單的Modical Forex System 那就是一個Dimer 就是兩個分子的系統 那我們等一下要討論 大概就會先用兩個分子當基礎 但是所導出的所有東西 都可以很容易的直接推廣 到更多個分子上面去 所以我們考慮兩個分子 一號分子 二號分子 一號分子跟二號分子 那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 可以說我的一號分子 它可以吸收光 所以光進來 把這個分子激發了 激發了 那我們的圖像呢 就會是 我今天有一個一號 把它激發了 那所以在一號分子上面呢 就會有它的ground state 跟它的excited state 它被激發 從光 state激發到excited state 上面去 這個過程裡面呢 二號分子 像我現在寫的是二號分子 它為了有一號跟二號的差別 我這邊選G1 E1 那二號呢 那就是G2 E2 那二號分子呢 它還待在它的ground state 上面去 所以我現在打一個星星值的是 在state上面 它現在個別的分子 是處於哪個state 處於哪個state 所以 假設我有一個像這樣子的state 像這樣子的state 一號分子被激發 二號分子沒有被激發 沒有被激發 那你的state一開始 二、一號分子被激發 因為一號分子跟二號分子 這是分開的 我們就說 一號分子有一號分子的激發態 二號分子有二號分子的激發態 那現在這是個電子的激發的話 然後列一號分子 應該是這兩個分子 各自的激發態呢 tensor product 在一起 所以二號分子在ground state OK 那這樣的tensor product 我們當然就會 可以把它寫成 E1 G2 那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本來一號分子在激發態 二號分子在ground state 它可以變成 一號分子 回到ground state 但是二號分子跑到激發態 那這個物理過程就是 本來是一號分子被激發 後來呢 激發態能量轉移 把能量轉給二號分子 變成二號分子被激發 所以這個EET的過程 ecitation unit transfer 的過程 事實上就是 我的一號分子 要回到ground state 但是這個時候 變成我的二號分子 被激發 被激發 所以我的 用我的state的方式寫出來 寫出來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state picture 這個state picture state picture OK 但在這個state picture裡面呢 我們在討論 Energy transfer的時候 我們特別注意說 這個激發現在呢 是 要嘛就在一號分子上面 要嘛就在二號分子上面 要嘛就在一號分子 要嘛就在二號分子 那這種東西我們可以把它 因為其實 一 就ground state 我們可以不寫出來嘛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寫成 這是一號 其實就是一號被激發 的意思 或者 假如我今天labeling是用 一號被激發 二號沒有被激發 我 我照順序來好了 我現在是要講 談一些 你 有時候常見的 一號被激發 二號沒有被激發 變成 一號沒有被激發 二號變激發 好我們喜歡用打一個新號 上標來表示他有沒有在激發 態嘛 分子常用這個樣子 這一號二號只是個代號 A B都可以 那 因為 我其實就把哪一個被激發寫出來 就好了嘛 所以 這個過程 這樣子的一個 excitation 在一 或者在二上面的這種東西 這種東西 我們呢 其實呢 會把它叫做acetone acetone 所以像 一號分子被激發 像這樣的state 而且我們會把它叫做 Francoacetone 我看一下 順序上面 對 這是一個Francoacetone 對 這是一個Francoacetone 在solic state裡面呢 你有一個快材 然後裡面呢 吸收光產生一個激發 產生一個激發 這個激發呢 它必須要是一個 電子跟電動呢 分 就跑到一個激發態 電子跑到一個激發態 的狀況 那 電子跑掉的地方 就會空下來一個電動 在那裡 所以在solic state裡面 acetone的定義非常的清楚 acetone就是 Eletron-hole pair 所以 在solic state裡面 很多激發可以把它看成 是Eletron-hole pair 你有一個帶正電的東西 跟帶負電的東西 在那裡有交互作用 那Eletron-hole pair 的激發態 有可能 它是一個 Eletron跟hole呢 幾乎沒有相關性 兩個都非常delocalize 的情況 那那個情況 叫做vaneal acetone vaneal acetone vaneal acetone 那另外一種情況 就是說 這個Eletron跟hole呢 它interaction energy呢 非常的強 比較強 那 電子在哪個 電子當然就會 跟著電動呢 位置差不多 會在一起 會在一起 這指的是 它空間上的分布 會在一起 那 它的波含數 重疊的地方很大 那這種acetone呢 就叫francoacetone 那francoacetone的意思呢 是它是一個 tight binding francoacetone 是一個tight binding acetone 那我們的分子呢 的激發呢 通常就是一個francoacetone 的形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跑到分子的激發態之後呢 我們可以 我剛剛講這個E 這是francoacetone 然後francoacetone 我們這邊都是用state picture 來看它 那我們也可以用mO picture 來看它 化學家喜歡用mO的圖像 但是mO的圖像其實呢 就是把這個state 它的configuration 它的這個電子的波函數 用分子軌域的顯示表達出來 我們畫一下習慣喜歡用這件事情 所以在mO picture裡面 1的這個狀態 就是1號分子被激發 那我們就會畫 1號分子的HOMO RUMO 2號分子的HOMO 假設我們現在是能量最低的激發態 我其實可以不用指定HOMO RUMO 但是為了等一下要討論 然後說這是HOMO 這是RUMO 這是1號分子 這是2號分子 所以在1號裡面 本來HOMO填滿了 但是它現在變成這樣子 2號呢 還是在HOMO上面 這個就是激發態現在在1嘛 激發態在1嘛 那這個過程我們化學家 也常常喜歡把它想像成說 本來是這裡有一個電子 這個電子被POMO到這裡來了 所以照光之後這電子被POMO到 HOMO到RUMO 所以我們說HOMO RUMO 全激訊嘛 對不對 電子從HOMO跑到RUMO之後 產生了這個激發態 那這個圖像其實是在說 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有個HOLD 這個地方 就是你的ELECTRON 然後你這個ELECTRON跟這個HOLD呢 會綁在一起在同一個分子上面 所以它是一個TIGHT BINDING的ACETON 也就是FERENCAL ACETON 這是我們為什麼把分子的體系 稱為FERENCAL ACETON的原因 這是1 那假如是2的這個STATE呢 在MOR的圖像裡面 那就是這個便沒有被激發 那這個便被激發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想像我們 想要怎麼樣描述 像這邊有個DAMER的話 我們要怎麼描述它的 這個EFFECTIVE HAMETONIC 然後它的一個 一個之間重要的交互作用 好 然後之間重要的這個能量是什麼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設計的就是有1跟2 這兩個STATE嘛 能量從1這個狀態 跑到2 那個狀態 上面去的嘛 好 所以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 1跟2的這個BASIS底下 我們ASSUME 1跟2沒有OVERLAP 我們ASSUME 這是假設的 假設 好 那實際的情況 當然1跟2怎麼定義 怎麼樣從這個 BENITIO的 First Principle的計算裡面 去找出它們來 那你就可以去APPLY這個假設 所以這個是做得到的事情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把 Estatation在1 跟Estatation在2 當作呢你的BASIS 然後把你的HAMETONIA展開 把HAMETONIA展開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我的HAMETONIA 那HAMETONIA是什麼 是我的Molecular HAMETONIA 在Molecular HAMETONIA裡面呢 包含了電子的動能 原子核的動能 那當然我們現在只考慮 電子的部分 在BONERB HAMETONIA 底下 那就有電子的動能 原子核跟原子核之間的排斥力 電子跟原子核的吸引力 還有電子跟電子的排斥力 有這些作用力 在裡面 好 那這個HAMETONIA 我們把它寫成 寫在1跟2 的這個BASIS底下 所以呢 你有Diagonal Diagonal 我現在把它叫做Action1 Action2 跟Off Diagonal 它是很沒選 我假設它是real 所以我這邊就給它一個J 就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在Action1BASIS底下 把它寫成一個像這樣子的 這個Effective HAMETONIA 那通常術語上面呢 我們把這個叫做Cite Cite Loc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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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itation 這是術語 我們說 1 那就是 Side1 的Ecitation 2 就是Side2 對Side2 一個分子就是一個Side 一個位置 那 這個 1跟2 形成的這個BASIS 我們剛剛說 要用它這個BASIS來展開HAMETONIA 這個BASIS就是SideBASIS 它是以Localized Ecitation為準 那因為在這個Localized Ecitation底下 我們可以比較方便的把 我的Effective HAMETONIA 寫下來 好 那Action1 Action2呢 它是Diagonal Action1 就會是 1 加HAMETONIA 加2 對不起 加1 1跟1 2 2 就是2跟2 這我就不寫出來 那我們回到這邊 回到這邊 那它是什麼 它是 我的 1號電子在E1 2號電子在G 加我的HAMETONIA 1號電子在E Ecitation 2號電子在G 好 那我們現在就假設 兩個波函數 其實呢 不太瘦 它放了 它雖然 有靠近有一定的距離 才可以發生 但它們之間呢 沒有太強的作用力 所以自己的 本來的性質呢 都還保存著 自己本來的性質都還保存著 那這意味著 這裡面HAMETONIA呢 它可以讓它區分成 一致的部分 跟這個部分 就分開來 大概更多的部分 可以被拆開來 所以這基本上呢 就會是 某一個 從 這基本上呢 就會是 從 從 由這一個 Ecited state 它貢獻的 這個能量 特別是 它貢獻的這個 全集訊軟體 我們可以把 兩個都在光 state 射成能量是零 兩個都在光 state 射成能量是零 那這個時候 它差在哪裡 2號在光 state啊 所以沒有貢獻能量 1號從 光 state 跑到 Ecited state 所以它貢獻了一個 全集訊軟體 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 定義成 全集訊軟體 over side 1 因為它是 1號分子 1號分子 我再講一次 這Diagonal是個能量 這能量是誰的能量 2號在光 state 1號在excited state 的能量 那我們假如把 一開始兩個都在光 state 射成能量是零 這是合理的嘛 那這個能量是什麼 就是 1號從光 state 跑到excited state 的能量 那這是一個 全集訊軟體 所以這個是 side 1 1號位置的 全集訊軟體 某個分子的全集軟體 所以這個 我們也給它一個詞 我們叫 side energy 好 所以它是獨立的 1號分子 存在的情況之下 1號分子被激發 的能量是多少 那 Asion2呢 就是2號分子的 side energy 2號的全集軟體 所以2號被激發 的時候 能量是多少 好 包含它旁邊 所有的對它的影響 但是呢 不包含 另外那個分子 的影響 所以 energy的部分 容易理解 如果直接看那個 你就知道說 這個energy 事實上是 就差那個 一個excitation的 energy 那下一個問題是 那 這個j呢 我現在有1跟2之間 他們其實就會有coupling 這個coupling我們把它定義成j coupling定義成j 那j是什麼 我們就還是照我們的 定義成j就會是1 Armintonia 2這樣的東西 OK 好 那請 這個時候比較方便的是 我們用這個來 這個都還有一點太複雜了一點 很複雜一點 很複雜一點 那其實 把整個複雜的vifunction 什麼帶進去 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但是為了 簡化 等一下 為了簡化 等一下 來討論 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在這邊呢 把1跟2 考慮得更簡單一點 因為 你注意一下 1跟2剛剛的寫法呢 是4 electron 4 orbital 這有4個 orbital 4個electron 其實最簡單的這種體系的討論是 這兩個我剛剛從頭到尾都沒動 從頭到尾都沒動 從頭到尾都沒動 其實可以不管它 這兩個我不管它 然後 這裡 這個也不管它 這個也不管它 就是剛剛從頭到尾兩個沒動了 就不管它 所以只要兩個電子 就夠了 這是一個2 electron 4 orbital 的 model 這是最重 重問題最簡單 這個形式 其實這些電子都考慮進去也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我把這些電子都考慮進去呢 這個1跟2 這是一個slettered determinant 這是另外一個slettered determinant 然後這個exploitation value 本來是要積分 對所有電子積分 假如這個過程中間沒有發生變化的這個電子 在slettered determinant裡面 它都會被拉出來積分積掉 那MO的話 積出來它就是1 所以對整體並沒有貢獻 真正會有貢獻的是有差距 有不一樣的那些電子才會有影響 影響到 這也是quantum chemistry裡面 你求這個多電子波函數之間的matches element 這些基礎的東西 那件事情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hamphetamine裡面呢 事實上有一個one electron part 然後跟2electron的這個2 這個electron-electron的interaction 所以這個hamphetamine Molica hamphetamine它裡面其實有one electron part 加上r12分子 r12分子就是標準的quantum interaction 電子跟電子間的排斥力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還有一個路 那就是說 對於one electron part的部分 兩個web function 這兩個web function 或者是兩個configuration 只能差一個電子 假如你差超過兩個以上的電子的話 因為這邊只有一個電子 另外那個不一樣的那個東西 積分的時候就會給你0 所以它就沒有貢獻 這一樣是quantum chemistry的部分 所以這個在這個問題裡面不會出現 不會貢獻 因為呢 這變了兩個電子了 這個orbital本來有填電子 它變沒有填電子 這orbital本來沒填電子 現在變有填電子了 它是一個2electron的change 所以它不會貢獻 但是2electron part會貢獻 2electron part會貢獻 好 所以做了這些簡化 這是簡化 但是我等一下要講的東西 其實是general 做了這些簡化之後呢 那我就 我用一個mo的畫法 把這個configuration畫出來 所以這個mh3變成說 我們現在要考慮這個 因為只有一個電子 同樣spin 所以其實spin不重要 就不講spin了 我就打一個xx 就好了 我不要讓spin來confuse我 然後r12分c 然後它要變成 這樣子 ok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 derock notation 那這是一個積分 這實際上是一個雙重積分 雙重積分 然後積兩個電子 D tau1 D tau2 Tau1當然就是 一號電子的syz 還有sigma sigma是它的spin 但是我們不會真的去 真的去積它 所以我就當作符號 放在這裡就好了 再來 我可以把這個插掉 需要更大的空間 再來是 我的這個 這個 這個位function 它事實上是一個 slator determinant 這事實上是一個 slator determinant 這個slator determinant 照我們剛剛的language 這個我們還是做 phi 因為是homo 叫h 在h 然後它是在1號分子 上面 這一個呢 那就是h 在2號分子 上面 這個是l 在1號分子上面 這個是l 在2號分子上面 所以 1號電子填在1號分子的lomo 所以這個我 放過號應該就夠了 放過號 1號電子填在1號電子填在1號分子的lomo 然後呢 2號電子填在2號分子的homo 所以homo 2號分子 2號電子 OK 那這樣還不夠啊 還要做 因為slator determinant 還要兩個反過來 才符合 暴力不相容原理嘛 減掉 電子交換 l 2號電子 h 1號電子 然後這個會有一個根號2分之1 那等一下 等一下另外一邊還有另外一個根號2分之1 兩個稱起來會是2分之1 我先把它放在這裡 把它放在這裡 好 所以這個是 這個 黃色的這個state 事實上在這裡 再來R12分之1 這1跟2就對應到1號電子2號電子 再來這一個 這一個現在變成1號電子填在1號的homo 因為它被降回來了 1號電子填在1號的homo 那2號電子呢 就會填在2號的lomo 那通常要flip這個電子 所以扣掉h12 然後l2變成1號電子 這個是紅色的部分 這事實上是一個slated determinant 調這個 好 那我今天講 我不是用這個簡單的to-relation的model 我用更多電子的model 只是這個slated determinant會寫的比較複雜 但是寫的比較複雜 積分積起來的時候 大部分也都是不會貢獻 只有有差異的 有改變的才會貢獻 所以最後會得到一模一樣的視值 OK 有問題嗎 那我們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把它展開了嘛 因為這邊有兩項 這邊有兩項 真的展開了會變成四項 會變成四項 那展開的四項裡面呢 二分之一還是留著 都在這個積分裡面 所以我把它留著 留著 第一項會是 這一個 這一個 加r1 2分之一 所以是 L1 1 Homo 二號電子 所以Homo 然後 丸兔分之一 的 一號的 對 一號的 然後 二號的 這是 這是 第一項 第二項 它 乘他 這是減的 所以是 L1 H 我這個只是單純的數學 二 把它展開的數學而已 然後 1 2分之一 那 它 H 1 2 L2 這第二項 第三項呢 它 乘 嗯 我的第三項 不要拿這一項 我第三項 要拿這項 乘這一項 還是加的這一項 所以 第三項 我要寫的 是 L 1 2 這二號電子 填在 一號分子的 LUMO 那 一號電子 就會填在 二號分子的HOMO 然後 R1 2分之一 然後 我要承那邊的第二項 因為加的我要放到前面來 一號電子 2號 LUMO 2號 1 減 然後中間我要擺這一項 然後 L1 2 2 1 1 2分之一 然後 這裡 H1 1 L2 2 好 四項 這四項 你要仔細的觀察一下 你會發現 我故意寫這樣子的原因是這樣子 你會發現 這都是對齊的 1 L 2H 2H 1H EH 2L 2L Arbitals都是對齊的 只有 這個是二號電子 這是一號電子 這是一號電子 這是二號電子 這是二號電子 這是一號電子 就是電子的 Switch 但是這邊的電子 一號電子 二號電子 是我人 人為 我叫他一號電子 叫二號電子 這一號電子 二號電子 是因為這個Dummy variable 一個是T1一個是T2 好 所以Dummy variable 我要叫他A B C D 你管我 我叫他什麼都可以 我可以把 做這個積分的 這四個積分 事實上是分開的 做這個積分的時候 把一號二號 換一下 電子本來就是不可以區分的 所以呢 T1變成T2 T2變成T1 這兩個 這一個不就可以寫成 這上是1 這上是2 這是1 這是2 等到Dummy variable 本來就是 我想要叫他什麼就什麼 那我現在要寫之後 是不是變成 這一項跟這一項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項跟這一項一模一樣 然後你也可以發現 這一項跟這一項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剛剛展開的四項其實呢 我把1分之1拿掉 把這後面兩項插掉 剛好而已 其實只有兩項 沒有四項 這一個展開之後只有2 turns 沒有4 turns 這四項 四個裡面其實都一樣的 只有兩個不一樣 這兩個不一樣呢 這兩個不一樣呢 其實是有很重要的物理意義 在裡面 第一個 我用黃色框出來的這一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把它叫做1好了 我還沒用到這個 所以1的部分 你會發現 它是積分 那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要把 同一個電子的放到同一邊 因為這個現在都是相乘的 這是函數 這也是函數 這都是相乘的 放到積分裡面以後 已經全部都是 function 你可以把它搬來搬去 沒有關係 這裡面沒有一個不能搬 假如這裡面有 partial 那不能搬 那微分不能搬 但是我現在 是乘上去 可以搬來搬去 所以我把1號電子的搬到一邊 2號電子的搬到一邊 所以我看到的是 1號電子 1,2 2號電子 對 對不起 我有一件事情 我清楚一下好了 我剛剛都沒有放complex conjugate 但是我們真是積分 我不可能說要放complex conjugate 那我現在就是假設我的mode都是real 那在我們一般的 沒有涉及spin-up to coupling的情況之下 我們選取一組real的mode 這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不需要管complex conjugate 的問題 假如你有被confused的話 我們就選擇real的special arbitral 這是2號 2號 2號 這一個 對 2號 2號 對 2號 好 第一個積分長這個樣子 第一個積分長這個樣子 這個積分啊 或者這個intelation 這個積分是一個intelation 它是一個off diagonal的 hymintonian matrix element 就是一種intelation 就是一種coupling 這個coupling 你可以把它解釋或詮釋成 1號電子 1號電子 都呆在1號分子上面 2號電子 都呆在2號分子上面 那它發生的事情 我再把mode diagram呢 畫一次 畫一次 那我把它畫在這個地方好了 那發生的事情呢 是 1號分子的電子 一開始在lumo 我們剛剛說它 n-transfer是這樣子嘛 然後 這樣子 所以這個電子呢 呆在1號分子上面 它都一直呆在1號分子上面 它從1號分子的lumo 回到1號分子的lumo 回到1號分子的lumo 然後同時間 2號電子 從2號分子的lumo 跑到2號分子的lumo 從2號分子的lumo 跑到2號分子的lumo上面去 所以 1號電子從lumo跑到lumo 那它是這邊的excitation 這邊excitation 這是一個resonance的interaction resonance的interaction 那這事實上是forster 一開始在描述anity transfer的時候 所考慮的interaction 在這個interaction的情況底下呢 我們事實上呢 會去考慮這兩個東西 其實就是lumo乘上homo 那我們其實可以定義 define transition density 那transition density 我這邊把它叫做rho 它會是一個空間的函數 空間的函數 然後這個空間的函數呢 是某個分子 它的homo homo當然是一個空間的函數 乘上它的lumo 這個例子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configuration 只有一個configuration 所以gen density 定義成這樣子 更general的情況 在這個例子裡面 其實呢它是從 dr1 dr2 dr3 一直到d n n是n個電子 n個電子 然後你的wave function 你的wave function 有r1 r2 r3 然後我 我現在是homo到lumo 對 對 這個state的quendensity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state 到rn 乘上groundstate r1 r2 r2 一直到rn 這個是general的定義 只是今天我們要考慮 我們考慮的是homo lumo tentation 假如你去做這件事情 把所有的電子 只留下一個電子 留下發生全極旋的那個電子 其他所有電子全部基調 針對groundstate 跟excitedstate 跟某一個excitedstate 這個就叫全極旋density 所以這是全極旋density的定義 然後在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homo-lumo全極旋的case 這個最簡單的模型底下 它其實就是homo乘lumo 我為什麼要定義這個東西呢 因為這個全極旋density 首先它跟吸收光的全極旋density 是有關係的 吸收光從excited state 跑到ground state 也會跟這個interaction 有關係 這事實上跟dipole operator off diagonal的match sentiment 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呢 在我們這個case裡面 假如我做了這個定義 假如我做了定義 那剛剛的這個積分 就可以被考慮成 所以我再寫到那邊去 剛剛第一的這個turn 我用 我用黃色打1的這個turn 就可以寫成 有兩個電子 一個電子填在1號分子的transition density 2號電子有2號分子的transition density 所以是r1 所以是r1 r1 r1 1號 r1 兩個分子的transition density 所以我現在這個transition density的定義 我只要知道1號分子的homo 1號分子的r1 就把它算出來 它是單一分子的性子 單一分子的性子 然後我把兩個分子的transition density 算出來之後 我去對 我去求它在空間上的這個積分 它在空間上的這個積分是什麼 是一個 我們可以把這個r1 考慮成一個 好像你有一些地方在正電 有一些地方在負電 看你的全運density 這個homo跟r1 乘起來 是長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 那 那這個就是有一個正負電荷的分布 跟另外一個正負電荷 這個1號電子 是在這個電荷分布 2號電子在這個電荷分布 然後這兩個電子之間的庫倫作用力 就是這樣算出來 假如我給你一個電荷分布 跟另外一個電荷分布 叫你算兩個之間庫倫作用力 就這樣擠出來 對吧 所以這是一個cooler interaction 那這個也就是一般我們在講 forster的energy transfer的時候 forster的cooler turn 或者這是forster 在討論的 在討論的 那也因為它是 跟全運density couple在一起 而全運density呢 又跟我現在吸收光 然後從光state 激發到sit state之間的時候 的這個吸收值 是有關係的 所以forster呢 才可以用這個吸光的光譜 跟放射光的光譜 去計算forster rate 那那個部分我不談 那部分我不談 我其實在網路上面 有upload一些多的material 也是我自己的note 在討論那個部分 就是說你從這邊 怎麼接下去推導 推導出整個forster的這個公式 一般我們在書上看到forster的公式的時候 其實它還做了一個 叫做 tradition dipole approximation point dipole approximation 所以它的coupling呢 是跟 coupling是跟r的三次方分之一成正比 那rate的話 一般實驗上觀測到 你在這邊照光 然後看它的這個quench掉多少 可以看它的quantum yield 可以跟for instance rate有關係 這rate的話呢 就會跟r的六次方成反比 那這個距離的影響呢 就是這個再更進一步 你有兩團電荷中間的作用力 那你就可以把它改寫說 這邊有點電荷跟點電荷的point charge-charge-interaction 然後charge-dipole-interaction 然後dipole-dipole-interaction 那因為現在是acetone 是homo-rumo乘起來 你把它對全空間積分 homo乘rumo對全空間積分 它是0 所以它沒有在 我們假如把它想像成一個電荷分布來講 它沒有總電荷 總電荷是0 一定有些是正的 有些是負的 然後它的正 那既然有些是正的 有些是負的 它沒有這個 它沒有總電荷 那麼它的 最low-order的 cooler-interaction 就是dipole-dipole-interaction 因為你沒有dipole-charge-interaction 你沒有charge-charge-interaction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好 所以 所以 那個圖像就是 這個部分可以再更進一步的做 所謂的 multipole-expansion 然後從charge-dipole 然後quadriple 一直往上去 然後就可以導出 dipole-dipole的turn 那就是forster的結果 所以整個forster都可以從這邊出來 coupling的部分 這樣來的 這是第一項 我們剛剛還有另外一個第二項 這一項的圖像呢 就不太一樣 那我們用類似的方式 去考慮它 2 紅色的部分 那我一樣把 這個 同樣的1號電子寫在一起 2號電子寫在一起 所以2 第二項 紅色的部分 我把1號電子寫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1號的lomo 跟2號的lomo 1號的lomo跟 2號的lomo是1號電子 然後 2號的homo 2號的homo 其實2號homo在這裡啦 跟1號的homo 1號的homo 這是2號電子 對 所以剛剛的那一個 前面這一項是 couling 我再寫一次 co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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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ling的部分呢 是1號電子都呆在1號分子上面 2號電子都呆在2號分子上面 它這個呢不一樣 1號電子現在要從 1號分子的lomo 跑到2號分子的lomo 然後2號電子呢 要從2號分子的homo 跑到1號分子的homo 所以發生的事情是我這邊用紅色箭頭指出來的 同樣會變成這個final state 但另外一種做法是 這個電子跑到這裡來 這個電子跑到這裡來 這電子跑到這裡來 這過程中間呢 兩個分子之間發生了電子的交換 電子的交換 所以這個是一個exchange的mechanism 所以是exchange interaction 那在化學上面事實上這是dexter 他提出來的mechanism 所以這也是叫dexter-mechanism dexter 這當然是人名 所以我們化學上講dexter的時候指的是這個 那這個interaction呢 你看這裡就有1號分子的homo lomo跟2號分子的lomo相乘 1號分子的homo跟2號分子的homo相乘 requiresarbital overlap 那需要arbital overlap 通常就意味著說 我的分子跟分子之間呢要夠近 arbital才有可能有overlap 那我們一般判斷的一個基準 通常是說6個m-charm之內 他們才會顯著的 那我現在給一個比較loose的 就是說這個inter-molecular distance 大概要小於10個m-charm 所以兩個分子要扣得夠近 那他們之間的距離呢 大概小於10個m-charm 那這一個貢獻才會是比較顯著的 假如兩個距離很遠 15 20個m-charm 30個m-charm 那根本就不用考慮dexter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在做計算的時候 這是cooler interaction 這後面是exchange exchange interaction 我們在做很多時候在做計算的時候呢 那只有考慮這一項 這一項我們是不考慮的 不考慮 什麼 他們的相減有什麼物理意義 相減的物理意義通常這種exchange 對 interaction 就是讓系統更穩定 這一項 這一項是正的負的不知道 這一項是正的負的 depends on你這個全新代破的方向 那其實我們化學家 還常常喜歡講說 分子跟分子靠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能形成j aggregate 可能形成h aggregate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會 會影響這一項的大小 所以j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負的 ok 那exchange這一項 exchange這一項 通常 當然也是要看它的形式 這也要看homo normal的樣式 ok 但是exchange energy 叫純粹從能量上面來看 這兩個叫全部都是一樣的東西 是正的 那exchange energy是讓能量stabilize 那這個也符合我們量子力學上面講的 這個exchange 是可以stabilize你的 wave function 為什麼AAA能量比singleA能量還要低 不是常常就這樣說嗎 還有嗎 好 所以 這個其實都在 我們講quantum chemistry 在算這些mh cinnamon 常常會出現的地方 假如你們熟悉zabo的話 就會知道說 會有很多j-k跑出來 所以通常這一項我們叫j quantum就是j quantum就是j exchange就是k 我們那個為什麼叫j 就是 為什麼叫j 就是 其實大部分是quantum比較重要 s-attention energy transfer的時候 大部分是quantum-attention 比較重要 距離比較長 還有嗎 好沒有 那我們剛剛講了 我們已經知道 中-diagonal是sine energy off-diagonal是他們之間的這個coupling 特別是他們之間的transition dipole 跟transition density 跟transition density 之間的coupling interaction 好 那這個在lowless order的turn 就變成dipole-dipole interaction 只要兩個距離夠遠 用dipole展開就夠了 這個 其他的就不用考慮了 好 dipole expansion就夠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effective homin toning 我們剛剛effective homin toning都清楚了 所以 把它寫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東西 hame toning 那我的excitation的部分 對不起 是我們關心的s hs 我就清楚了 是剛剛的 像這樣的h1 h2 j j 那有時候呢 這種 我們會用一個比較general的形式 寫出來 這個當然可以 這個矩陣當然可以再更大一點 我現在要general 是更多個state都可以 那我們這個hame toning 我們事實上會把它寫成 subvention n action n n 好 這種寫法跟寫矩陣是一模一樣的喔 因為我寫這個東西其實是把矩陣緣寫出來 把矩陣緣寫出來 把矩陣緣寫出來 這邊帶11 就是11的矩陣緣 你用其他來加他就是0 這邊帶22 就是22的矩陣緣 這是把矩陣緣直接寫出來 加上 sum n小於m nm的 off diagonal 加上 mn 當然 這是hame toning 它比較很明顯 然後我假設 j是real 所以這邊就是 n跟m nm是一樣的 數字 所以jnm等於jmn 就對了 那它都是同一個值 那這只有系統的部分 我們接下來還要考慮環境的部分 那我們一般來講呢 我們一個condensed space裡面的分子 它周圍有環境有很複雜很複雜 的各式各樣的這個運動在裡面 那這些運動呢 對於每一個維度每一個degregist of freedom呢 它應該都會有產生一個這個 隨機的對系統的擾動 所以每一個degregist of freedom 就會對我的system 產生一個fructuration 那好多好多degregist of freedom加在一起 每一個呢都是各自獨立的隨機的擾動 那雖然每一個擾動可能有一個特定的分布 但是最後加起來的分布呢 都會是一個高斯的分布 OK 那一個高斯的分布 高斯的統計 我們就可以用hamana oscillator來描述它 因為hamana oscillator它的distribution 它的distribution就是gaussian 所以我們下面環境的部分 我就會寫出 我就會說那我是一大堆的hamana oscillator 我們講話叫α 然後 18 ωα 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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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了要幫助等一下的討論 我現在還更進一步 我把α 就每一個vibration normal呢 都再加上一個 在哪一個分子 因為我們每個n是一個site n是每 第幾個site 那就第幾個分子 那我現在就說 那在第幾個分子周圍 第幾個分子周圍 它的震動 所以我把它這個下標全部都刮上n ωnα 然後vnα 等等 這只是做標記的方法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harmonic bass 一般人乍看這個hametonia 他會認為說 那這一個bass的部件是描述 這個分子以及它周圍 所有的震動 所以你比如說你就把它minimize之後 然後做個normal mode 然後我拿到這個vibration 然後normal mode之後 那些mode frequency 什麼就是這些 這是錯的 不是這樣子 在我們要描述的這個hametonia裡面 bass hametonia 描述的是系統的 環境對系統影響的統計性質 是統計過後的結果 我剛剛強調 每一個mode不一定要harmonic 每一個可以是unharmonic 但是呢 你把很多很多個mode加在一起之後 滾在一起 它們就變成高式分布 我這邊用harmonic是為了要描述那個高式分布 所以這事實上是一個Gaussian-bass的 approximation 並不是所有的normal mode 所有的圍觀的這些運動 不是的 這些alpha不是圍觀的運動 這是我這邊要強調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Season-bass的部分 那Season-bass的部分我們就假設說 我環境對系統的影響呢 是會影響系統的Energy 系統的Ecitation Energy 所以我系統的能量會受到環境中間 它可能譬如說有水 水就有這個部分電荷 水靠近 水遠離 水轉一個角度 那我對我的分子 它的激發能力 的全圈能力 就造成一個影響 所以我這個全圈能力 會是一個隨著時間 futuate的東西 這個我們之前其實一直強調 futuation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這樣的一個模型 我們的數學上就可以把它寫成 那我現在要對所有的N跟α 做submission 那對每一個Mode 都會有Coupling的 這個Dimensionless Coupling constant GNα 然後 我用Energy是Normalize它 所以這是真正Coupling的大小 Coupling的Energy 然後是影響DN個 對角的矩陣源 NN Diagonal 然後我的環境呢 是跟它的這個Coupling Coupling Coupling 所以是VNα 這個VNα OK 所以這是Coupled Coupled To Coordinate of Nα的Mode DN DN個分子上面的Dα 跟Mode 它的位置 就VDeg加V是Position 跟它的Coupling的Coupling 然後這個叫Diagonal Coupling DiA G O N Diagonal Coupling 是Coupled Energy 所以想把這一項加回去 這個矩陣裡面的時候 它是加在這邊 它是加在Diagonal 它是加在Diagonal 加在Diag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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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意義就是 我環境的坐標不一樣的時候 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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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在動 跑來跑去 坐標不一樣的時候 我系統的能量 Diagonal Diagonal 能量嗎 能量跟著改變 能量跟著改變 然後改變的量呢 由這個G 來決定它 G越大 改變的量就越多 G越小 改變量就越小 那回到我們上次 定義那個Special Density 的時候 我們不是說 說的Coupling 可以把它想像成說 你有個System Part 跟一個Bass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剛剛我們定義的這個Coupling 其實呢 你可以把它寫成 對所有的N System Part 是NN Diagonal 這我稍微插掉 給空間出來 環境的部分呢 是QN 我就定義一個Q Q是什麼 這個Q就是我現在 紅色圈出來的 不包括這部分 這部分 所以我的QN 就定義成 我Summension說我的α Summension說我的α 然後呢 然後呢 DN個上面 的 這一些 跟這個DN個分子有 跟DN個分子上面 所有的Vibrational mode 它collectively 它加起來之後 的一個總和的結果 這個Q 這個Q的樣子 我上次上課的時候 少把H bar H bar忘掉了 我忘記寫H bar 我好像只有寫Omega 那是 你可以說對也可以說錯 因為 我們很習慣把H bar 設成1 這是一個單位的選擇 的問題而已 好 那我現在把它放回去了 放回去了 但是我們有提到這個啊 然後我們說 這個東西到最後 它可以用 這個東西到最後 它的 time correlation function Q 可以用 一個叫做 spatial density的 東西 去描述它 這是上次上課講的 上次我們講過 所以為什麼要那樣定義 就是在這邊 所以我們會用 等一下我們會直接用 後面的這個 簡化的版本 然後在這個 簡化版本裡面 這個NN就是 SN了 它是一個System Operator System Operator 所以這個HSB就可以寫成 summension n的 sn qn qn就是之前的vn v的 好 這是有關聯的 之前有在 鋪陳 這件事情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直接拿來用 好 那邊我就不去講 怎麼算了 比如說Qn TQn 那我就不去算它了 好 所以我再整理一下 我們的Hermittonian 現在是寫成這樣子 然後我把 剛剛講解的時候 多餘的部分 擦掉 我把最主要的部分 寫出來就好 所以System Part 有 Diagonal 跟Coplin 跟Coplin 然後 Vanus Hamiltonian 這是Hermittonian Diagonal 我甚至於不想去想 它的細節是什麼 各位我們不要管它 不想理它 然後System Part Coplin的部分 簡化成你有很多項 但是最後都是由一個 環境的部分就是一個 collective coordinate 所造成的 然後系統的部分就是 Sn 事實上是 Diagonal 的Matches Elements 所構成的 OK 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Hermittonian 這是一個Effective Hermittonian Effective指的是說 我們已經簡化很多 自由度了 這是簡化過後 的結果 本來這裡面有好多個 電子啊 好多個原子核 他們都在動 但是現在呢 我東西都丟掉了 最後只考慮 主要的Aston State 幾個分子 就考慮幾個State 這其實是我們強調 Ecitation只有一個 好 那其實這個問題 還可以更複雜一點 可以說Ecitation有兩個 Ecitation有三個 有更多Ecitation 要更複雜 我們現在簡單 我們就Ecitation只能有一個 Ecitation 這叫One Acetone 的這個Manifor OK 這個時候啊 我把這邊也都插掉 我把空間空出來 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的 你會發現我們的 Hermitonia 裡面 其實呢 有兩個 本質上是Coupling的東西 這裡面有一個 這個部分 這個 這個J 這個J 這個J是 電子 的 這個 Electronic Structure 或電子的主派 所造成的 所以這是一個 因為現在我們是 這是 Acetonic 這是 Acetonic Coupling 這是 Acetonic Coupling Coupling 這是 Acetonic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 System-Based Coupling Coupling System-Based Coupling System-Based Coupling 要主要看的是 要取決於這個 Q 的大小 剛剛那個Coupling Concent G都被包含到那裡面去 都被包含到那裡面去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 System-Based Coupling 在這個特定的問題裡面呢 它還是一個 Acetonic Phonom Coupling 我這邊特別用Phonom這個詞 指的是說 這些Q事實上都是 Collective Coordinate 它們是很多很多的振動 集合在一起 的一個整體的振動 那這種很多的振動呢 集合在一起 形成一個 Collective的 這個Vibration 我們給它一個詞 就是Phonom 這是物理上面 的定義 物理上面 講Phonom 指的就是 Collective 的Vibrational Motion 好 那 這就會給出 這個Acetonic 跟Phonom的Coupling 有時候我們會講說 Electron Phonom 因為這個是Electronic Degrees of Freedom 跟Phonom Degrees of Freedom 之間的交互作用 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就會有兩個不同的圖像 第一個圖像呢 第一個圖像呢 是Week Acetonic Coupling Week Change 當我的分子跟分子之間的電子結構 電子的這個偶合比較小 而這個比較大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當Perturbation 拿這個當Perturbation 那你拿這個當Perturbation的時候呢 你的Ecitation就是Localized Ecitation 所以這是一個 Local Local Localized Excitation 你在這裡面呢 每一個Ecitation就是 一澳分子獨立的被激發 二澳分子獨立的被激發 他們都是會被獨立的被激發 然後能量轉移呢 就一定是從一個分子轉移到另外一個分子 所以這個是Foster的Picture 是Foster的Picture 這個時候你可以去把那個 Electron-Phonum Coupling Season-Bass Coupling呢 是處理Exactly 所以你這部分可以完全處理 然後把這個Dumpturbation 這樣子 這部分完全處理 其實沒有什麼困難的 因為這全部是Diggen 第二種可能 那就是 反過來 反過來 我的J呢 比較大 我的Electronic Coupling不小 但是我的Season-Bass Coupling相對比較小 這都是相對的 這其實沒有誰絕對大絕對小 你做Perturbation 你就是找Hermitone裡面最小的那一下 來 假如分不出來 那叫Intermediate Regency 那是最困難 的時候 好 所以你可能是Week HSB 或Week Season-Bass Coupling 那你現在Week Season-Bass Coupling的時候呢 你就會把J拿進去 把HS Diagonize 所以你會找到HS的I跟State 這個時候 你的系統的Excitation 就可以是 剛剛的這個 獨立的Side Excitation之間的Superposition 因為你H寫下來 一旦把H Diagonize 那些I跟 新的I跟State 就會變成 這些本來的State 的Superposition OK 這Superposition 有時候呢 可以是很強 比如說我假如 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 Excitation N都是一樣的 能量是一樣的 有J 這個時候 假如兩個State 不就是一個是 根號2分之1的1加2 另外一個根號2分之1的1-2 這是Fully De-Localized Uniformly De-Localized 的Excitation OK 所以這種Excitation 我們叫做 Acetone 所以一般我們在這種問題 我們講Acetone的時候 Acetone的時候 不一定 但是呢 could be De-Localized Excitation OK 所以我們應該講說De-Localized De-Localized De-Localized 那我們現在會有個習慣 我們 我們會說那 HSP當Perturbation的時候 我們會說這是RedField Picture 但是事實上 這是有點誤解 Re-Field 本來寫下 它的Re-Field Equation的時候 並不 並不假設 它是在什麼樣的一個 Re-Field 底下 但是它假設 你的Electronic eigenstate 是你的Basis 那這個跟這個是 就這邊講的 是比較符合的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Re-Field The Picture OK OK 所以在這個圖像 我們現在要專注在介紹這個 這是我們的Focus 我們等一下要繼續走這邊 上面的這個Foster 我在補充的資料裡面有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去 Saber上面download下來看 所以我們會談論Re-Field 的結果 那我們的做法是直接引用上次 之前 第三次上課推導出來的 這個Master Equation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Re-Field Picture底下 我的Hermittonium是System Bass 然後加上HSB 那我的定義就是 System Bass就是我的H0 System Bass Coupling的部分就是我的Perturbation 而且呢我假設 我假設 我今天一開始呢 可以把系統 Diagonize 所以我呢我可以說 我找到一組 我看我Note用的符號是什麼 我可以先找到我的System Hamiltonian呢 它的 Igon 這個 Igon function 所以我找到一組 H 我用什麼符號 HS α 好 我可以把System Hamiltonian 就剛剛那個S系統的部分 Diagonize 那這個反正你有多少個分子出來 那這個反正你有多少個分子出來 你就是直接 Numerically去Diagonize它 就好了 這一定做得到的事情 N乘N的矩陣 找它的這個Igon basis 不是問題 然後HSB呢是作為我們的Perturbation 那這個跟我們之前在推導 這個 推導那個Quantum Master equation的時候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把之前Quantum Master equation 叫呼叫回來 之前說 我們去推導這樣的一個 這個System-based的Model 你可以得到 對Reduced System的Density of Matrix 有一個Time Evolution Coherent的部分 Coherent的Evolution 然後在Dispective的部分 0到T Trace Path 先記一下 這個之前都定義過這些符號之前也談過這個 OK 那 hsb的tau-t當然是 time version of player 負的 h8分之 正的 i h0 tau -t hsb is potential h bar 負 i h0 tau-t 這個是在這個interaction picture底下 的這個operator 在t時間 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就把hsb 就在這裡啊 帶進去 帶進去 那前面這個我這樣子不寫 好不好 因為我們真正在意的是 後面的這個dispective的kernel 所以我們真正在意的是這一段 這一段 所以這個kernel 這個我們叫做kernel ker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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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它核心最重要 整個動力學過程最重要的部分 那hsb是 sumension n sn qn 带進去的 然後 另外這裡是一個跟時間相關的 所以這個我叫sumension n 那這nm另外一個了 然後sum q sum的 tau-t qm的 tau-t 然後sigma-t 然後sigma-t rho-v bq 我帶進去而已 那帶進去之後呢 有兩個sumension 我把這兩個sumension 拉到外面來 好不好 sumension n 反正computator是 linear的 拉到外面來 好 那後面的computator的展開 其實我們已經做過了 還記得吧 我們其實做過把這個東西 展開來 然後bath的部分拉在一起 然後就會產生很多這個bath的correlation function 對不對 然後bath的correlation function也有一定的order 這樣子 那那個部分我就不寫了 我就直接把結果 拿出來 所以這個結果呢 那是 這個東西會等於sumension n m s n sm tau-t 然後再來sigma-t 然後這個是 這個第一項是最簡單的 第一項是直接展的 所以是qnqtau-t 對 qnqmtau-t的 timecorrelation function 這個要對環境的 這個要對環境的sumorequilibrium 做一個平均 平均就是trace它的那個 rhoveq 第二個是-s n sigma-t在中間 sigma-t sm 一定是tau-t 然後後面兩個會翻過來 所以是tau qm qm rhoveq tau-t qn 下面那個下標的eq 我就不寫了 然後再下一項是 負的 這只是 其實就是有點 tedious 要寫很多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難 的東西 sigma-t s n s n現在要跑到後面去了 然後 qn qn 然後-t 加上 sigma-t t s m 然後-t 再來 s n 然後後面就會是一樣的 qm 反正這兩個東西一個不是qn在前面 就是qm 在前面 這樣子 你會發現這些tine corrigine function都有 這樣子的結構 這樣的結構 這樣子的tine corrigine function其實呢是在討論 在第 n個 第n個 這個site上面 的 請注意 這是一個collective coordinate 這是很多很多vibration 放在一起 這事實上在說 第n個site上面的vibration 跟第n個site上面的vibration 有沒有相關 有沒有相關 那我們今天假如 qn 我就不用 t-t啦 我就用 直接用一個 t qn 假設 這個東西 不等於0 對 m不等於 m 的時候 所以 m不等於m 則是兩個不同的分子 然後兩個分子 假如 假如 我的 這個 我應該 假如它是 有correlation的話 這種情況 我們一般說它叫做correlated 它叫correlative bath 那這個時候情況就會比較複雜 你要多計算很多東西 多計算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不考慮這種情況 我們想要希望不考慮這種情況 那為什麼可以不考慮這種情況呢 energy transfer的問題兩個分子可以距離很遠 比如說距離在20個m-tron 距離在30個m-tron 他們距離比較遠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周圍有coupling的這個情況就會比較少 因為呢它是真的couple到不同的degrees of freedom 所以在energy transfer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0的時候 independent bath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 assume 我的qn qm 等於0 if n不等於m 當n不等於m的時候 就假設它是0 就假設它 那這個就說independent bath independent bath independent bath 這個結果 那這個數學上當然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我的qn t qm 等於 qn qn 同一個n喔 delta n m 所以這個就是independent bath 在這個delta function上面體現出來 除非n跟m是同一個 n跟m是分子的 標記 第幾個分子 所以兩個除非兩個在同一個分子 不然這個環境 這個bath不會couple在一起 那我們要再更進一步 更進一步 我們說這個都是approximation 這是approximation 這個等號是approximation 因為譬如說你要從couple 傳到另外一個couple 那你沒有道理去說這兩個couple 它的coupling有太大的不同 當然環境可能不一樣 但是 為了簡單 我們假設它都一樣 所以下一步就是 跟n這邊還跟n有關係 我跟n都沒有關係了 是用某一個time coefficient function 說描述 所以就把n drop掉了 這個叫做 剛剛這是independent bath 這一步 identical bath 所以合起來 這就是一個identical independent bath 的approximation 有了這個approximation之後 剛剛這邊呢 subvention n跟m 因為呢 n跟m不同的時候 它就是0 所以 只要sum 一個就好了 然後呢 把n m全部改成 環境的m全部改成 環境的m全部改成 而且還可以更進一步 n n 就是 某一個correlation function 所決定的 那這個東西 就可以寫成 這個correlation function 我要是把這個搬到前面來 搬到前面來 要加一個 負號 兩個一起減 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是c的 t減 這個是c的 t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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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這個一樣 是剛剛的component constant 的t減 減 t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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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號分子 它的excitation energy的futuration 只跟 一個bass couple在一起有關係 只跟 剛剛labeling 我們剛剛不是 每一個vibration或每一個bass mode 我們都跟他說是在第幾個分子上面 的第α跟mode 對不對 所以第N個分子的mode就只跟第N個分子 有couple 跟m第N個分子的就沒有couple 但是delocalize的事情那個是electronic的部分 我現在這樣寫出來的時候 這個n是什麼 就是剛剛那個 那個第N那個coordinate 第N個分子上面的 我現在都完全還沒有delocalization這件事情進來 我還沒有用到那個結果 當然 delocalization就會讓 I系統的energy 有correlation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照我的公式推下來 我事實上呢 這個tiecorrelation function 會回歸到 每一個site上面的tiecorrelation function 這有很難理解嗎 我到這邊還沒有 應用到delocalization這件事情 可是一開始的i跟save就是不 我還沒有用到i跟save這個式子我還沒有用到 我還沒有用到 我這邊沒有任何跟那個alpha state有關係的東西 都還沒有 我只是把hymetonium帶進來 所以這個本質是因為我的hymetonium是diagonal 我的system-based coupling是diagonal 所以我就先在 system-based是diagonal的那一個basis底下 先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base trace掉了 然後我現在才要來轉 system的state 這個state 所以這個是我現在接下來 要做的事情 OK 所以這個是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我看喔 怎麼樣會比較快一點 假設 我現在定義 我的 t-tau事實上是一個real part t檢討 加上 imaginary part 然後我不去 做這個細節的推導 下面那一步你們回去可以自己檢查一下 我們把這個kernel帶回去這裡之後 我把整個equation再重新寫一次 我把整個equation再重新寫一次 那你可以寫成 下面 的這個形式 所以你的sigma h bar分之負還 coherent part沒有變 這個dissipative part呢是 負的h bar分之一 剛才有寫這個嗎 我這邊掉了 這個應該要h bar分之一 之前推導 我很容易掉h bar 我自己在做的時候其實都h bar分之一了 那個note上面應該也掉了 這個常常會發生的事情 h bar分之一然後這邊是0寄到t 然後d 然後d 好 那 trick的部分是 當你把這個展開 的時候 你可以 你會發現說 real part 反正這四個real part都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剛剛的這個system的部分呢 可以再變回去剛剛那個double commutator 變回剛剛那個double commutator 一樣 然後呢 imaginary part的部分呢 這差一個負號 變成converse conjugate 差一個負號 所以imaginary part的時候呢 剛剛那個負的 負的 會變成正的 所以後面會有一個commutator 本來是負的要變成正的 所以 你回去推導一下的話會發現 我直接把它拆成real part imaginary part之後 後面呢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有一個real part 然後 sn sn t 加上 imaginary part 然後imaginary part就是 sn sn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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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gm t 這一個 對 這一個是anticommutator anticommutator加 意思就是說 是ab的加就是ab加ba 那個負的變加的 然後一樣commutator還在這 外面那個還是到mutator 這樣子 這樣子 因為這個變負的 這變負的 後面那個要變成兩個相加 才可以 這imagination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式子有對tau積分 的部分 所以我們還可以再玩另外一個trick 我現在介紹這些其實都是 我們在處理這種 equation的時候常用 的一些 因為我看到t-tau就會覺得很討厭 但是這種問題通常t-tau跟tau都可以被換來換去 怎麼說呢 我現在假如 我要定義tau' 等於 t-tau 那我的dtau' 等於 負的dtau 那 tau等於0的時候 tau'等於什麼 tau等於0的時候 tau'等於t tau'等於0 所以我假如做一個變數代換 t-tau就變成tau' tau' dtau'變成負tau' 積分變成t到0 t到0跟剛剛那負tau'剛好翻過來 剛好 t不會被影響 意思就是說 這個全部變成tau 就好了 所以下面 就會是 負i 這樣比較漂亮一點 零即到t 我就不用tau'了 我還是用tau 但是呢 剛剛的t-tau 就變成tau了 sn sn的 tau tau-t就變成負tau 這個要注意 對 這是負tau 加上 imaginary part sn sn的負tau sigma t 加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compact 非常compact 的一個equation 那等一下展開也還滿好展開的 所以前面其實都做過了 但這個equation其實滿有意思的 原因是 這邊有一個i 這邊沒有i 這邊沒有i 所以 real part的這個部分 real part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呢 在quantum dynamics裡面 它是對應到 一個 我們叫做 它是dissipation 它是dissipation 這個i 那這個i呢 這個i你可以想像說 其實 這邊有個i 它會影響到 hymintonia這邊 出來的結果 這一項其實呢 是對應到 最後 是對應到 stock shift 是stock turn 它能量的改變 是一個 hymintonia它能量的改變 能量的改變 所以在光譜上面呢 你會看到它會讓譜線變寬啊 這些現象 一個step 然後另外一個step 一開始在某個地方激發 從另外一個地方出來 這個給你呢 是一個能量的shift energy shift 那事實上 從你的吸收光譜到 你的放射光譜這中間 不是會有個能量的stock shift 那個東西會從這一項 dynamically 會從這一項來 好 那stock shift當然跟 revalent energy有關係 所以這個也告訴你說 revalent energy呢 跟 台虧微方形 有關係 在下面一步是 今天假如呢 你會發現說這個積分 前面都掛著一個 time correlation function 那我們上次在 討論 time correlation的性質裡面 我們強調過 time correlation告訴你 兩件這個 這個faculation在兩個不同的時間點 它的關聯性 那你只要距離很遠很遠 時間距離差很遠 這兩個時間點 之間的關聯性 應該會被 wash out 應該會就 就沒有關聯性了 就沒有關聯性 那這wash out的time scale 就是有一個 bass correlation time 我們上次定義一個 tao c 那我現在講了我的t 是剩大於tao c 那這時候我的time correlation function 居然趨近於0 好 我下面一步要討論的事情是 這個公式有時候我們會用一個更簡化的版本 現在這個版本 我這邊有個積分從0 g到t 然後從0g到t 看g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才影響的 t時間的時候 我的這個 這個 reduced system decimation 是它的 time derivative 所以這樣的公式因為有這個0 基調 t的關係 我們說它是 non-makovian 意思是說 它產生這個dynamics 它那個red constant是隨著時間而改變的 red constant是隨著時間 的東西 這個乘上density matrix 在t時間的density matrix 它跟t有關係 所以它是non-makovian 它不是 完全-makovian 假如makovian 那我要把這個 對t時間的影響拿掉 那怎麼拿掉它呢 我們可以想像 假如我關心的時間 也就是我關心的是t時間 我關心的這個t時間 它勝大於 這個環境的這個bass correlation time 那這個常常發生在一般的系統裡面呢 這bass correlation可以decay的很快 fentosecond time scale 幾百個fentosecond time scale pico second 我關心的dynamics 可能幾十個pico second 甚至於將近沒有second 的dynamics 所以 那 所以到t時間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ticle function 這一項 這個ticle function 到t時間 這要一直計嘛 計到t時間 那你要帶t時間進去 那它幾乎都趨近於0 那因為到t時間已經趨近於0了 所以我現在 從0g到t的這件事情 d tau 我把 到t已經 這些太古的環境都趨近於0了 所以t後面的貢獻 都是0啊 都是0啊 所以你那個積分從0g到t跟從0g到無窮大 是 一樣的 那我可以從0g到無窮大 改成這樣子 那改成這樣子之後呢 你前面 的reconstant 就跟你的時間t沒有關係了 它就變成一個 Makrovian 的equation 所以我們把中間的這一大塊 我們把中間這一大塊 都叫做它是一個 這個kernel 那這個kernel是一個superfrater 這個公式呢 就可以被改寫成h bar分之負i 這個coherent 的evolution 所以我們把這個 減掉 我看我們把 h bar平方放在裡面 看到沒有 減掉 h bar平方分之一 等 從0g到無窮大 你有一個kernel 你有一個kernel 然後這個kernel裡面 也會有 還是有希斯納菲特 隨著時間t的影響 這有個d 隨著時間t的影響 但是你會把它 激到無窮大 跟t沒有關係 然後kernel再作用到 你的t時間的 matrix 上面去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 makovian 現在這樣子的話 就是makovian 因為這個激到無窮大之後 它就跟t沒有關係 所以你是一個 t沒有關係的東西 再作用到這個 那這個kernel是一個superfrater 因為它有一個double commutator 的結構 在裡面 那所謂的red fill equation 就是把這裡面 的東西呢 都展開來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關心red fill 那我們通常在講red fill equation 的時候 直接指稱的就是這個makovian的 縫 然後 那有時候也會講 full ref fill 或Namakovian ref fill equation 指的是有0 激到t時間 的這個形式 那這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時候還蠻 混亂的 但是一般在講re fill 那就是下面那個 最簡單 的形式 那這裡面會涉及到的事情呢 那這裡面會涉及到的事情呢 就是我們要現在要把 剛剛的這兩個double commutator 的所有的項 全部展開 這個展開呢會 蠻難看的 其實也不是難看的 就是蠻麻煩的而已 那我現在就做一件事情 就跟你講他怎麼去展開他 就好了 所以這個 commutator 你直接看的話 re fill 通常re fill equation 現在就是要寫在 剛剛定義的那一個 eigenbasis 底下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剛剛有 hs alpha 對 I'll show alpha 所以我關心的是我的density match 使的animate alpha beta 怎麼樣隨著時間 而演化 然後怎樣隨著時間演化 這個東西當然就是我拿alpha state 去夾 beta 拿alpha beta去夾他 去夾他 第一個部分 hs直接是 是他的 hammintonian 所以這個部分呢很簡單 這個部分會變成 hb 分之 負 i hs hs rho的這個會給你alpha 夾到 rho hs 的會給你beta 所以呢會給你 hs alpha -hs beta hs sg alpha beta hs 但是我稍微偷懶一下 或者其實本來就被 大家都會稍微偷懶一下 所以大家接下來寫的項會把它寫成 加上 summation gamma delta Δ αβ γΔ Σ Σ γΔ T OK 這個怎麼來的 這個是 這些東西 全部去假 我等一下算會 帶一項給你看 就好了 其他我不去看 其他的我的Note裡面有推導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是鼎鼎大名的 Refio Tensor RefioTensor 它 是一個RAM4的Tensor 那它事實上就是把一個 現在你要知道αβ的 那你就要告訴我 所有的density matchelement γΔ 是所有可能的 所以αβ以外 所有的 所有的 從α γΔ 轉到αβ 的一個rate 是多少 這是rate的概念 rate的概念 所以你假裝 所以你假裝用 有點像 kinetic canic canic 的想法的話 就是 你現在γΔ 這每一個element 都有機會 跑到αβ 這個element上面來 那跑的速率是多少 就是RefioTensor 告訴你 這樣定義以後呢 我們其實可以討論很多 這個不同的dynamics 比如說你的RefioTensor 假如是長得像這樣子 ααβ β 那這意思是什麼 它對應到的這個rate 就是 這邊是ββ 所以ββ是 在ββ發現這個系統的幾率 是多少 是一個population 然後從ββ到ααα 這邊ααα 的reconstant 是多少 所以這個是reconstant 從β這個state 跑到α這個state 的rate是多少 這種過程我們把它叫做population transfer 那像這樣ααα的過程 這個是一樣的 是消掉的 第一像coherent dynamics 並不貢獻 並不貢獻 另外你也可以有 αβ跟αβ 什麼是αβ跟αβ 我們在 一般的rate equation裡面 同一個element 是什麼 是它出去 的量 你rematch 寫下來的時候 是它出去 的量 是多少 那 αβ假如 α 跟β不一樣的時候 它是一個coherence 它叫coherence 所以這個是 這個coherence 怎麼decade 怎麼decade 好 在一般rematches 的 的 那個rematches diagonal 事實上是 你出去有多少 我們 你只要寫下一個rate equation 這個是 A分子的濃度 所以時間的變化 會跟A分子的濃度 有什麼關係 就是它減少的量 就是前面就會是 它減少的量 的那些rate 所以 這個也是 這是coherence 減少的量 所以這是 defacing 這是一個 defacing 的process 所以 defacing 我的dense dimension off-diagonal 的dense dimension selement 它怎麼樣deface 那中間那些項怎麼算呢 或者說 你有這麼多項 到底怎麼算出來 我拿一個最簡單的好了 最簡單的你會有什麼 你會有 sn sn-tau sigma t 像這樣的想 在裡面 所以你會有 你會有要積分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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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積分也先不管它 因為 其實我們只要解一個element 就好了 所以我把 kernel這個部分 我focus在這個部分 去解它 所以你會有 加α 然後 sn sn -tau 然後 這個 sigma t 然後 加β 這樣的項目 因為我們是不是 這個是 sigma 我兩邊都加αβ 這也要加αβ 所以你中間其實就要求很多 像這樣子 的東西 然後我現在把 commutator 拿開的話 最簡單的一項 就是它那個最前面那一項 就是 sn sn-tau 然後 sigma t 是不是就這一項 其實還會有其他三項 時數的部分有四項 虛數的部分有四項 這樣子 去展開它 好 好 所以這個要怎麼展開 那這個呢 就要開 用到一些identity 因為我們知道 sn 事實上是 n n ok 然後 我的 sn 的-tau 事實上是 exponential的 h bar 的-i hs tau s n 然後 exponential的 h bar i hs tau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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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lement 所以我這個東西會有 我再寫一下 alpha 我們慢慢來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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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tau exponential h bar h bar hs tau 然後再來 sn-tau 1 然後 sigma t 然後再來 這個 beta 這 還沒有畫的 beta 在這裡 現在困擾 困擾的是這個 因為n並不是它 eigenfunction 所以這個作用不出來 那我們怎麼辦呢 這量力學裡面也蠻標準的 我們就插identity進去 但是我們插identity不是n的這個cd identity 我們插那個 eigenbasis 的identity 我們在 eigenbasis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把它們呢 改寫到 eigenbasis上面 本質上是這樣子 所以我插identity identity 是sum 所以我用alpha beta還表示它 所以sumalpha 意思就是 d alpha 個 exciton state 這 eigenbasis 我在這裡也要再插一個 identity 我現在要sumalpha 我這邊就不要alpha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不應該用alpha alpha已經用掉了 alpha已經用掉了 好 所以我要用gamma 跟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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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行 gamma跟delta 才行 好 所以我把它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呢 這個alpha作用到它會有 伽馬 會變成 伽馬 然後它穿過來 這邊變成伽馬 在這裡 然後這變成 exponential的 h bar 我知道這是x identity 不需要它 h bar的 負 i x γ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 剛剛的γ 另外一邊 n 這邊一樣的 我現在插delta進來 所以n 會連結到delta 然後exponential h bar h bar h delta tau 然後 delta sigma β 這樣子 那這是by definition alpha是一個 aceton 然後它會是這些sight的superposition 所以它 用這個sight去project它的時候 你會給我 這個c 正正那個coefficient 在第n個sight上面 第alpha個 eigenstate的superposition 我現在同樣假設所有的係數都是real 不然我這個地方掛一個compense conjugate 才行 因為這邊是bra ok kit的話它就是這個沒有compense conjugate 的結果 那我還是把它掛上去 就是 這個看起來就很討厭 所以一個一個寫出來 這個是cn alpha的compense conjugate 這個是kit 就沒有 這是cn γ 我應該先把exponential 拉到最外面來 所以這個是等於 exponential h分之 負i的 ation gamma 減ation delta 兩個h state之間的 差 的tau ation state的能量差 然後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是c n gamma 的compense conjugate 然後c n delta 然後 看好 有沒有弄錯 沒有 然後這個地方是sigma 的 這個delta 跟β 所以其中一項就是長這個樣子 ok 好 那我們要把它所有的項目全部展開來 像這樣展開來 然後你最後就得到 這個review tensor review tensor 接下來就是 我的γ 跟delta 可以是所有可能性 所以當你改變γ delta 是所有可能性的時候 這些 這樣子的東西 就會一個一個跑出來 ok 好 那裡面當然最主要的一個 就會是 我的能量從 從 beta state 轉到 uppa state 的這個 energy transfer 因為我們主題是要談 energy transfer 所以你們現在知道怎麼做了 那你回去有興趣的同學自己 去work out 這你要用手去學才有用 這我跟你講 也不會有用 好 那我們現在假設是要從 這個 state 我現在是說 我是從state a 為了不要跟剛剛的 alpha beta混淆 到b 的話 我看到是不是a到b b到a 對不起 寫反 b到a 的情況 我要state從b到a 那剛剛的這個 表示剛剛的alpha beta 是a 所以alpha beta a 然後剛剛的 這個 這邊的gamma delta gamma delta 等於b 好 所以是從b 到a 這兩個等於b 所以它是b的population a的population 這樣子 然後你把它帶進去 然後去把剛剛 那一長串 全部展開之後的 這一個element抓出來 抓出來 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你會發現 這個rate 這個rate rate constant 然後是b到a 是可以寫成 是可以寫成 h bar平方 分之2 h bar 比方分之2 h bar 的 這個omega事實上是 o b 是定義成h bar 的 ha的能量減掉 b的能量 a跟b現在是 兩個h 同state 它之間的能量差 然後再乘上 那一點 你看這邊都總是會掛著一串 這種coefficient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 coefficient就會是 nA這個state 絕對值平方 跟nB這個state 絕對值平方 這是rate fill的rate 從B到A的rate 會是長這個樣子 那後面那些 summation n的這些東西 跟絕對值平方 那些東西實際上跟時間 跟時間沒有關係 它不需要放在積分裡面 所以我們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 8平方分之2乘上 那我們把它叫做sab 這個東西 s 那它事實上是什麼 它是這個 wave function 你的 action wave function 在n這個site A這個 wave function 它在n這個site的population 乘上V這個 wave function 在n這個site的population 所以它是 這 wave function在空間上面的 overlap overlap 有多少 它是不是在空間上的 同一個地方出現 然後出現的量 有多少 假如它們呢 在空間上 都在一起 那這個值就會比較大 兩個在空間上完全分開 一個在這一區 一個在另外一區 所以根本沒有在同一個site上面 這就不會有overlap 不會有這個地方 東西出現 如果把這個東西稱為 acetone 的 這個 spatial spatial 空間的overlap 這sab 是 acetone的spatial overlap 所以Raphael equation告訴我說 你要從一個state跑到另外一個state 這兩個世界在空間上面 必須要有一起的overlap 這個條件為什麼會需要呢 是因為我們剛剛強調 independent 而且independent的bass 因為bass是independent 所以必須要 它必須要在同一個分子上面 它才有辦法呢 兩個state之間互相交換能量 然後再乘以 剛剛零基到無窮無大 btau的這個ctau spatial i omega a btau 後面那個東西事實上是一個 fooiettransform的一半 因為我現在只有從零基到無窮大而已 因為我的c c是titecoronation function c是titecoronation function 現在是全部的titecoronation function 所以 在做這個積分 的時候 你就會 你就可以把它延伸 到 負無窮大 然後取它的real part 它會是一樣的 然後 然後剛剛這個 兩倍就可以被吸收掉 所以就變成h bar分之1 h bar平方分之1 sab sab 再上 這是負無窮大 極調無窮大 dtau ctau 要real part real part real part x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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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時候它就變成一個真正的vuletransform 所以是h bar平方分之1 spatial overlap的部分 然後 我的titecoronation function的vuletransform vuletransform呢 我們要取兩個能量差的地方 變成這樣子 這是一個titecoronation function 這個titecoronation是will define的 是我們那個 titecoronation的vuletransform qn tau q 是more co-ordinate more collective co-ordinate 的titecoronation function 其實這個式子跟 分別過輪錄是等價的 跟分別過輪錄是等價的 在這裡面 當然在這個titecoronation裡面 有那個system-based coupling 這個coupling function都在這邊 都在這邊 然後那個energy要一樣 這一件事情 事實上是 這titecoronation就會反映出 你這個coordinate 有好多的frequency 有好多的mode 在那個mode上面 那個frequency上面 有沒有一個mode 可以接受那個能量 它會反映在那上面 我們現在沒有時間去證明 那一點 有興趣的同學可以看一下 那個 Ebran Nizam Nizam的 那個書上面 有這一點的一些細節的推導 我現在有ab到a 我沒有說a是誰b是誰 所以我其實也可以算 a到b的rate 就剛剛的a跟b就全部交換 而已 所以h bar的平方分之一 sab跟sba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不用多說吧 然後 插了就只有剛剛的那個 我忘記寫real part了 對不起 real part real part 所以給我的兩個的x 我的rate從b到a 跟我的rate從a到b的這個ratio 事實上ab到a的 事實上ab到a的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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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wa-wb 然後下面是反過來 那這個關係我上次沒有證明 那我上次有跟你講說 我們上次在談Ticor Refunction的時候 我在Sabre上面有upload 其實有另外一個小小的node 在談Ticor Refunction的Fullier Transform 它們之間的一些性質 我上次有跟你講 Ticor Refunction的Real Park跟Imaging Park是有關係的 是有關係的 它們要符合一個條件 我上次的條件是在Ticor Refunction 用這個Tangion寫下來 那事實上在Frequency Domain 那個條件就是 Omega跟-Omega之間 這是一個角色Omega 另外一個就是-Omega之間 它會有一個 Boseman的Factor 會差一個Exponential Beta H bar的 Omega B-Omega A 兩個之間的能量差 會差一個兩個之間的能量 那這個當然就告訴你說 你從假設我現在B的能量是高的 假設我現在是這樣的條件 所以B到A是Downhill 然後A到B是Uphill 那B到A 這就是Downhill A到B 這是Uphill 所以這個是 Down 這是Up Up值跟Down值在能量上面 所以這能量變少 這能量變大 那中間就會差一個 B-A這個就會是正的 所以Positive 這個Positive 然後 所以我的Down跟Up之間差了一個 Boltzmann Factor 所以往這邊 往能量低的地方跑 會比較快 會比往上跑的 還要快 Exponential-Beta 然後Delta E 那這樣子會保證 當我達成平衡的時候 達成平衡的時候 那平衡的時候 rate乘上population 就是真正的 reconcent乘上population 就是真正的rate 要一樣嘛 對不對 那它的population 就會差一個 Boltzmann 的factor 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 叫做Detailed Balance 它這件事情成立的時候 它告訴我你說 那這個系統到達平衡在很久很久的時間之後 它的平衡態 會有 符合波茲曼 分布 的一個表現 最後會符合波茲曼 那這個是refield 假如你只考慮diagonal population 的一個很好的性質 那事實上 refield 假如剛剛的這個refield tensor 我剛剛只講了兩種 但其實還會有說 譬如說從 從 從這個alpha beta alpha不等於beta 從一個off diagonal coherence 跑到population 譬如說像這一種 那這一種假如加進來的話呢 通常就會破壞 這種 平衡 我剛剛講的是population 假如我只允許population 跑到population 那當然就會成立 但你像coherence 也可以跑到population的時候 反而會破壞這個平衡 不會 然後它就violate 這個detailed balance 也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當這些東西都不考慮 假如refield 只有考慮1跟2 refield裡面假如我們只有考慮這些turn only this these list turns 這叫secular 的approximation se cular approximation 就忽略這些coherence transfer 所以一個secular approximation 就忽略這些coherence transfer 忽略coherence to population 的transfer 這些我們就不考慮它 那這樣的secular approximation 通常可以guarantee 或是說 可以讓你的最後的結果 可以符合 detailed balance 然後也比較不會有 這個 violate positivity 的問題 這個我們沒時間去討論 但是refield 假如你把full refield考慮進來的時候 常常會有這個positivity violation 的問題 好那我們今天其實很多細節我並沒有去講太多 因為 內容比較多一點 整個推內所有的metric element 所有的這個refield tensor的element 其實也不是 太有必要 的事情 在黑板上做不是太有必要 我公司甚至都沒有超出來 或者說那是一個refield tensor 這樣而已 但是你真正有興趣做這個問題的同學 那應該要自己推一下 因為 有些這種推導的東西就是你 你就自己要做過一遍 才有用 以後遇到類似的問題 你才有辦法解決它 那even我像現在我在黑板上推 有時候也是會出一些 小錯誤 我剛剛其實在想說這個real part是不是有必要 我 要回去想一想 這個 複裂transform到底 因為有時候是 imagine part 它有沒有imagine part 應該會有 這個我現在不是很sure 我要想一想 的東西 而且這個積分其實 它應該已經是 這個積分出來一定要real 這積分出來一定要real 那這個會由 Ticore function的 symmetry 去決定它 去確認這件事情 所以你其實可以證明 這個積分它的imagine part 是0 然後把它延伸到無窮大 這個我因為很久沒有摸了 我現在也不是很 有把握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地方 回去你們自己再check一下 再check一下 好吧 所以還有問題嗎 這樣很多 就是一直 跑過去一直跑過去 但是 稍微 中間大的觀念 好抓住 這個refill 我們是在 在 aceton basis 就是 Sysson Hamiltonian的 eigenbasis底下 去求的 其實我們可以 很general的講 假如你refill 像這種計算 假如你不在 這個 eigenbasis底下求的話 那你會遇到很多問題 所以你不能用refill來描述 從一個site 到另外一個site的 population的rate 是多少 寫下那個rate 本身並沒有意義 因為它不是 eigenstate 因為它不是stationary 對於你的自由收入的 不是stationary 所以它在coherent part 前面有沒有前面 你有computator HS commute 那個東西 那個地方就有 貢獻其他項出來 OK 好吧 那假如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 講到這邊